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在通道口大大立着禁止通行的告示牌 但是左看看右看看附近又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这里就是新北市的三雕岭火车站 有登山客拍摄影片说只要一下火车 就注定要走向违法之路 因为他下车之后穿越铁轨前往三雕岭瀑布的登山小路 被依违反铁路法开罚一万元 再走上去就是三雕岭瀑布布道的路口 这是日本的登山步道 今天我就遇到很多山友来造访这条步道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走这里被检举 你就违反铁路法 至少开罚一万块 你的居民啊 你这里的居民 对啊 所以你每天 你必须要进京出租啊 被罚的还不止一项 看看这铁道桥通道是专门提供给工程人员使用 但如果一般民众想要到对面去 不是得挨罚 就是得游泳过河 因为这里一样无路可走 这么奇葩的车站就让登山客相当傻眼 而台铁北区营运处则表示 未来会和相关单位一起设计新的行人便桥 让民众通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